兩位主廚 阿居師和邱寶龍師傅 聯手做完這兩道 什麼叫又快又好 眼見為平 請看示範 繼續吃個吃 好 那菜脯當然我們先試吃一下 因為市售菜脯有可能很鹹 我們就是用水 把它稍微抓一下 阿居師這邊用米酒幹嘛 米酒 煙肉 好 這邊我們稍微把它過旋 因為這個沒有很鹹 沒有鹹那就不要不要 然後稍微把它剁一下 就是把它拆開 就是你要把羊肉先 先把它弄開來 入味開來 先弄閃開來 不然等一下在鍋裡頭 它就全糾結到一塊去了 對 這個菜脯呢 我把它乾煸 而且我用濕紙巾 把它稍微 水吸乾了 吸乾 我先酒跟油讓它吸收一下 那我現在沙茶醬我不放這裡頭 我等一下下鍋炒的時候 我把鍋子預熱 鍋子預熱以後沙茶醬呢 在鍋底把它鋪成開來 讓它瘦一點 這個沙茶醬的味道就香了 沙茶醬是 時熱的 我這個冷的等一下撥進去 撥兩撥另外再盛出來 炒完麵再對搭就可以了 肉也不會炒老 豬油 一半就好了 一半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用一點點鹽吧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一點點 一點點就可以了 然後白胡椒粉 胡椒粉 然後剛剛我們還有一半的 三分之一的豬油 也加一點點 在這邊 加在這邊 加在哪裡 然後這個蔥花 麻煩你去 一起拌一拌 因為蔥花如果你現在煸過 當然可以殺菌 但是你待會兒煎起來的蛋 變成你的蔥花味黑黑的 再把它擺回來 它才會勻 我剛剛沒有做到這一步 你應該滿多步都沒做到 沒有 而且我發現師傅在做 興趣你今天大家會表現得相當好 真話 真話 他這一次比上一回來 我對他這一次完全改觀 這邊我們已經有油了 然後全蛋放進去 然後菜脯我們沒有全部放 然後現在鍋子也非常燙了 我們先把它關掉 好 來把它倒下去 這樣就比較圓 那你們剛剛為什麼會這樣一塊一塊 不跟你說 然後現在放進去之後 那當然會定型 那慢慢的呢 像這個有膨起來 我個人覺得再把它稍微戳一下 把它戳一下 我剛剛有這樣子喔 你聰明吧 但因為往下 好厲害 但因為往下流 對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 然後它就很快就熟 好像是 天啊 這個可能要練一下 這個怎麼弄的啊 就是 練 油夠的話 它受熱到一個程度 它就很紅了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 平均 蛋這樣沒有膨它絕對不會香 這樣會出 好濃滋的感覺 真的 好漂亮 我覺得 天啊 但是妞妞剛剛蛋用的真的還滿好看的 真的嗎 你剛剛一開始的第一面很棒 對 真棒 我看到它之後你會很感動 謝謝 我們那個蛋看起來就是 我們現在看它就是 來 沙茶羊肉炒麵看清楚 沙茶羊肉炒麵 很感人喔 先放沙茶 先放沙茶 好 我把它拿 一半沙麵 他說不是要煸香它 因為沙茶醬是不太好的 沙茶醬是已經熟的東西 它是調味料 所以如果你過熱的話 它就變苦了 這一個保囊師傅的鍋底呢 直接弄弄 那這個是冷的 這個是冷的 它直接兩邊靠 對 那我 它直接壓在沙茶下面 直接讓沙茶讓它吃味道味 好吃 好味 這個方法很好 那其實這一個沙茶 已經完全進到羊肉裡面了 不炒熟 這個大概三分熟 它還在受熱 對 它還在受熱 待會兒就一起熟 因為我們剛剛也應該太熟了 老了 真的 洋蔥進來 那麼韭菜頭我是切豬花狀 你們韭菜頭切長段的話 有沒有 這個很老 韭菜前面就白的地方 白的那個 有些爆料 有些香氣 重點就是把洋蔥的甜度抓好 洋蔥甜度抓好了以後 你等一下調味了 下醬油就夠了 什麼糖了 什麼你都不要去碰了 這個時候還沒有煮麵 你看麵下太早了 我們都這邊下到刻 煮得差不多以後才下麵 因為麵只要兩分鐘不到 加水 這個動作是用水把所有的味道燜煮出來 你這所有的菜料 跟所有的辛香料洋蔥 蒜苗 會因為這個水它整個吸放出來 然後讓麵來吸收 沙茶醬進來 融到湯裡面來 對 融到湯裡頭來 那麼醬油提味就夠了 這個難度很高 沒有 沒有 這個只是整個流程 時間的掌控而已 這個沒什麼難度 好 現在煮這個麵的時候 麵當中水下一點鹽巴 下一點鹽巴的話 它麵體不會吃水 剛剛陳誠哥好像有提到 有 剛我這樣 麵膨脹了 它補起來了 其實不宜拿起來 放在旁邊冷 它應該才一鍋 拉起來直接就撈了 有沒有看到 麵膨脹了 不然會硬是吧 剛剛我們那個都變皮膻 它會活 浮掉 沒有頭感 因為剛剛已經先炒過羊肉 所以它已經有入味了 所以不用那麼 羊肉之後再放進去炒就好了 羊肉之後再放進去炒就好了 羊肉之後先拌一拌就行了 來 那我現在整個回軟以後 這個洋蔥就變成洋蔥醬了 好棒 神經病 好香 韭菜清了 給沙律了 沙律了以後其實我在旁邊割的 是讓它滴水滴乾一點 好香 好香 要練 這顏色很漂亮 真的啊 我剛剛是切菜的那個飯肉 然後就在麵快熟的時候 羊肉一撥進來 直接兩邊加熱 靠在一起 羊肉湯會繼續釋放出來 這時候羊肉 開始有導向四五分熟的時候 你現在掌握太多 那是什麼 烏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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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一點點烏醋 我餓了 菜脯蛋 沙茶羊肉炒麵兩道完成 大家請你的餐具 先吃到 秋保龍師傅的菜脯蛋 來 謝謝 謝謝 哇好好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 很嫩 完全吃得到那個菜脯的味道 大家去示範的 沙茶羊肉炒麵 進攻他 吃肉 好好吃喔 哇 這樣做法 好香喔 這樣做法可特別 肉剛剛好嫩耶 真的吃到鑽的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